大家好 这小天啊 一家公司在公司设立哭泣点的新闻 是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这个哭泣点设立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 上面有提示牌写的是什么呢 哭以及暂时哭泣的字样 按照公司的意思 他们想给员工一个心理调整的空间 对于心情不好或者有心理大力的员工 花小钱办他事 对于这一做法 有不少人叫好 另外这属于年轻人啊 创新发明 虽然写的是哭泣点啊 但其实呢就是心理减压室 那很多成熟的公司呢都是有的 可是我啊就不同意这种观点 首先啊 心理减压呢是无法做到 花小钱办他事的 我们看很多成熟企业的心理减压室啊 是很讲究的 完全按照西方的EAP 情绪压力管理的理论来设置的 那除了有专业的辅导师啊 线上线下咨询以外 那还有呢一系列的减压的 沙盘啊道具啊等等等等啊 所以说呢 员工道里面啊能进行科学的减压 起到呢情绪充电的作用 但是这家公司啊 是临时设立了一个哭泣的小房间 那给人的感觉啊 其实就不是很好 而且呢 他没有专业的心理辅导人员啊 和减压的沙盘道具等等 所以我觉得啊 能起到的作用呢是很有限的 甚至啊可能越想越伤心 那反而起到负面的作用 此外 我觉得心理减压这个东西啊 也不是随便的能改变名词 脱缓概念的 心理辅导呢 是要把员工的心理沙盘减调啊 来唤醒他们心目当中的正能量 但是这个哭泣点啊 给人的感觉呢就很负面 他会给员工啊这样一种暗示 员工呢在这个公司上班啊 会有无限的委屈 无限的难过 而又把这个委屈啊发泄出来 我想这些东西啊 跟团队的文化呢 肯定是有很大冲突的 我想任何一家公司啊 他的团队文化呢 一定是激发正能量 向善和向上的